Sawadika 非常的高兴 能在 這個世界的淨土 因為這個 淨土來講的話 是他們的心境的問題 一樣 這裡來講的話沒有什麼 KTV 沒有三個那個 麥當勞 KFC 跟那個 披薩哈 這個來講的話就是說 他們的小孩都很健康 沒有看到有小孩戴眼鏡的 這裡來講的話空氣也很好 晚上來講的話 發電有的地方發到九點 有的來講的話八點就 停電了 所以發電來講的話是六點到 大概是八點或者到九點 每一個人生活都很規律 早上一大早 這邊會敲一種 像一種木頭的東西 就這樣咚咚 六點鐘開始敲 大家就起床了 在這邊可以看到 天上的滿天星斗 在 城市裡面來講的話看到一堆 路燈 這裡可以看到滿天星斗 很美很美 這裡的人來講是世界上 可以說他們在淨土 也可以說他們在地獄 你像昨天來講的話 你像昨天來講的話 今天二十號 今天二十一號 昨天來講的話他們 二十號的時候 十九號的時候 他們跟緬甸又打仗 我們看到那個照片 眼淚都想玩下流啊 為了保護他這裡的家園 所有的被子彈打穿 兩個肩膀被打不見了 很可憐啊 反正大概有六個住醫院 馬上送急診 他們這個醫院大概也救不了他 這個要送外科的 他們這邊外科的還不行啊 蠻可憐的 六個躺到醫院裡面 還好我們昨天 也帶了一點錢來布施了 給他們多多少少 可以幫助他們一點 這裡是世界上 他們說他們是個國家 其實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 沒有一個承認他們的了 他們這裡 以前是昆叉的部隊 就是在 那個 五零年的時候 四九年五零年的時候 可以退到這邊來 就是蔣介石的部隊 退到這裡 那這裡沒有人管 他們有他們的自衛隊 有他們的軍隊 他們都自己管自己 那他們要出 離開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一邊是泰國 我們現在的地方 這裡是緬甸 不過他下緬甸也要有 有批文的 要沒有批文來講的話 他們會被邊防用槍打的 所以這裡蠻可憐的啦 有機會的話 那希望大家到這個地方來看看 也給他們一點幫助 不管是技術方面的 像我們來講的話 就是教他們一些 怎麼樣不吃藥 可以看病的方法 那也 多少募了一點錢啊 來幫助他們 他們這邊有 寺廟 有部隊 那我們這一次來講的話 就是教他們部隊的這些軍衣啊 還有學校的高年級的學生 他們畢業了之後來講的話 至少有一技之長啊 我第一年來的時候 前年來的時候 結果那個幫我翻譯的那個 現在已經翻山越嶺 跑到清賣去了 現在在清賣一個月可以賺一萬多塊錢 補充他們來講沒有技術來講的話 一個月的話最多是三五千塊不錯了啦 所以學這個東西又可以幫助人 又可以幫助自己 非常的好 希望有機會的話 你們想來的話 跟達龍聯絡 達龍法師啊 他跟這邊比較熟 因為要進這裡來講的話 至少要在三天 或者是一個禮拜前 要把你的護照拍下來 通知這邊 這邊要通知泰國的邊防啊 我們從泰國過來 我們從泰國過來 有四個關卡 一道一道一道查 他知道我們已經申請了 他要看幾個人 到了他們這邊還有個關卡 那到他們的關卡 就比較沒問題了 他們因為知道我們要來了嘛 在這邊 在這邊 沒有草的聲音 沒有喧嘩的聲音 都是鳥叫蟲鳴 今天來講的話 這裡的溫度大概現在的溫度 大概是十一度吧 還不到十一度滿涼的啦 我現在坐到這個腿都有點冰了 我現在坐到這個腿都有點冰了 講話我就講到這裡來了 阿彌陀佛